大家好 刚才在推特上刷到这样一条帖子 说的是二大爷 他自我介绍是什么前刑警 后反贼 什么时度喝茶 二次抄家 然后他在油管上讲了很多期所谓的中共野史 还有近代的一些历史 据他自己说是什么黑料 其实根本上是算不上黑料的一些近代史 反正他收获了一大批粉丝 都觉得这个人反贼 觉得他牛逼 讲了一些不痛不痒的东西 反正收获了很多粉丝 都觉得他很牛逼 他讲中共历史很多东西 其实都是一些不痛不痒的 而且是我们无法去考证的东西 他说的咱们大家就当故事听了 他就有点像当年的郭文贵 讲了一些中南海床头听的那些东西 大家无法去考证 无法去验证的东西 反正我也是当故事一样听吧 郭文贵最后就是说 欺骗到了一大批追随者 然后最后是收割了一批 据说是骗了很多钱 到底多少谁也不知道 是吧 反正现在是说起诉了他 按照诈骗 诈骗起诉了他 人好像也进去了 后面我没怎么关注过他 但这个二大爷就很有意思 他至今仍然活跃在网络上 他今天我推特上刷到他这样一条帖子 我就觉得这个人智商 好像是有点欠缺吧 是吧 他接中共历史那些所谓的黑料 我们无法考证的 他可以随便说 我们找不到证据 也没办法博导他 但是他说 他今天这个帖子就觉得 就是错漏洞百出 你看他这张帖子分两段 我就是第一段说的是美国 第二段说的是台湾 台湾那段我就不讲 我单说美国这段 他说前几年 川普凭借深层政府和大选作弊的谎言 把自己打扮成拯救美国的唯一 死不认输煽动粉丝 围攻国会 造成国会山暴乱 成为美国两百年 两百多年限制史上最大的危机和耻辱 没了川普这几年 这几年美国如何 那些当年为川普狂热的人醒悟了没有 他的意思就是 没了川普美国更好了 说川普那几年都在骗人 说那些为川普狂热的人都是傻逼 他的话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那咱们来看 这个是可以考证的东西 你看没了川普美国这几年如何 那个黑命贵 林元购 那个大学种族配额 据说前段时间曝光了一个 一科大学一的一个 他们一个专门的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考核的一个 据说是一个什么考核方式吧 他们专门的一个一个协会 他说他说近几年的大学生质量下降 令人堪忧 大概是这么个意思 反正就是大学搞种族配额 不过你成绩好不好 呃成绩好没有用 是吧 我们要要要配额 要配黑人 要配那个少数族裔 要配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墨西哥裔 要配那个印度裔 那我们要配额 呃成绩不是唯一的要求 是吧 要配额 这就是川普 这是这几年的美国 还有就是那个 那个非法移民 还有那个什么 那个那个 呃 左派搞的那些变性 还有那个 那个那个 变性最恶心的 就是就是美国很多家 就是那个 加州也好 就是民主党控制的区域也好 变性 只要我 我一拦的 我现在认为 我现在认为 我心理上是个女的 我就可以去参加 那个那个女性的体育比赛 然后我什么长跑也好 游泳也好 这男女的怎么跟男的比吗 是吧 嗯 这种我在男子运动 对我 我我电体 我在女子运动 我拉冠军 我人家真颁奖给他 这人家 人家说了 我现在心理上就是女的 你要是不颁奖给我 你现在就是 歧视我 我要上诉 我要告你 要怎么着 这是美国现在已经乱成了这个样子 然后然后这个所谓的二大爷 他还觉得 美国这几年如何 他还觉得这美国这几年比以前好 反正还引进了一千多万非法移民 就是拜登这几年 说要继续 要继续把人家 那个川普之前建好的边境墙 要他就拆掉 他说川普建的墙是危害了 那个美国 呃 移民的利益 还是什么东西 反正给人家扣了个帽子 还是民主党主张 要拆掉 要拆掉那个边境墙 要要 要疯狂的引进移民 疯狂的引进那个非法移民 这美国这几年到底如何 谁都看得清清楚楚 是吧 那不要 那抛开这个美国说 你看 现在那个拜登上台之后 那个 咱们看那个 那个国际行事 是吧 那个到处打得乌烟瘴气 是吧 把那个 把那个阿富汗还给了塔利班 然后是缅甸也好 还是缅甸还是哪个国家 呃 也是一个军政府 把那个那个 那个民选政府给送进监狱去了 军政府造反 缅甸 军政府造反 把民选的那个总统什么都 都给关起来了 然后就是 那个朝鲜开始乱人捣蛋了 然后就是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中东 那个哈马斯干 干打以色列了 俄罗斯敢打乌克兰了 你看 俄罗斯敢打乌克兰 俄罗斯 俄罗斯如果 就是川普在任的时候 民主党还给 还给 给川普扣了一个帽子 说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川普通俄 查了几年 花了几千万美元 什么没查到 事实上是什么 通俄的是 是拜登的 是吧 2019年年底 12月份 拜登跟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 那个跟那个普京通电话 视频通话 视频会议 会议完之后 拜登就宣布 那个美军不会保护 那个乌克兰 根据北 美军只会保护 那个北约国家 不会保护乌克兰 然后那是12月份 讲的话 2月份 普京就出兵 乌克兰 那你们 那你们说 谁 谁在骂通俄 是吧 我说就是拜登通俄 铁证 这个是 虽然说不然算铁证 但就是按照这个推理 是吧 这就是拜登通俄 拜登跟 拜登更有嫌疑通俄 你说这个二大爷 他自己一脑子 他还说 没了川普 这几年美国如何 这几年美国糟透了 那还有什么 那个通胀 物价上涨 那个房租上涨 那工资没什么涨 这就是美国 这是很多美国人说的 这很多美国人在抱怨的话 是吧 一个美国人拍的一个视频 他说 他说这几年 什么房租涨了多少 那个车辆保险涨了多少 工资没计划涨 那物价涨了多少 那个视频很火 就是说几千万播放量 美国才几亿人 那几千万播放量 一个视频 就是一个年轻小伙 站在那抱怨 他说把这几年的变化 美国现在 人家也清楚 那个美联储 人家也在考虑 那个加息 就是抗通胀 是吧 这就是 这就是 那个 这几年的美国 这就是这几年的全球 世界 全世界 你 这个 这个二大爷 其实 就他妈跟个傻子一样 还跑 这现在还在跳出来 还在攻击川普 说什么川普 把自己打扮成了 拯救美国的唯一 川普做的 跟拜登做的 谁在拯救美国 谁在 谁在他妈的 把整个美国 腰魔化 是吧 变性 男的变女的 还可以去参加体育比赛 可以上女厕所 可以进女医室 还鼓动那个 未成年去做变性手术 不用通知你的父母 就可以去做变性手术 在美国某些 据说是家中 还是某些州 是吧 你想做变性手术 你不用通知你的父母 你就可以 自己可以决定 据说就是美国 现在就是这个样子 是吧 谁 川普 人家的川普 就是正儿八经的 就是那种叫那个什么 美国基督教清教徒 就是美国的根基 美国的最初的 那个建国那一批人 都是那个信仰基督教的 清教徒 人家讲究的是什么 人家讲究的是 我来到这个世界上 我是有罪的 我要工作 我要赎罪 我要做到 我要变成一个 有能力去帮助他人的人 这样 人家都是 信奉这样的价值观的一个人 你看现在的美国 你看现在的民主党 是吧 给难民发福利 给非法移民发福利 给贫穷人发福利 给大学生免 学贷 他们好事做完了 这个钱 钱哪来 都是人家拿出人家的钱 你凭什么 你凭什么把钱都拿去 给难民 凭什么给大学生免 学贷 人家那些没上大学生的人 那些没上大学人的 人家那些父母 你免这些学贷 免这些学生贷款的 那些钱拿来 都是纳税人交代 你经过人家同意 没有 你拿着纳税人的钱 去做好事 为你民主党赚取 那个美名 为你民主党赚取那种选票 这就很可耻 这种行为 是吧 这就是左派圣母 那种标准的那种 圣母 是吧 就康他人之凯 以前我记得有一个 有一个调查视频 说是欧洲还是拿回 好像是英国吧 随机 沿街随机采访 问他愿不愿意接受 那个难民 路过的每一个人都说 愿意接受 然后 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 那好啊 我现在就有一个 那个巴勒斯坦来的人 还是那个 那个中东来的一个难民 他们一家几个人 你现在能不能把他带回家 不行不行 是吧 当他当问到 愿不愿意接受难民的时候 愿不愿意接受难民的时候 他每个人都说 愿意 应该的 当问他愿不愿意 马上把难民带回家的时候 马上不行 这就是圣母 虚伪 康他人之凯 就是拜登政府 就是这个样子吗 就这个二大爷 是吧 最初靠一些 揭露一些 不算黑料的黑料 赢得了很多粉丝 而现在就开始搅浑水 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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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带 带风向 然后他 他第一段 他这个帖子第一段批评 川普 第二段就开始批评台湾 说 说 说在野党批评民间党 都都会被扣上 那个 那个 通贡 卖台的帽子 你 轮得到你批评吗 你有民主思维吗 你 你就干了几年 你就 你就在中国干了几年刑警 你 你 你懂什么叫民主吗 你懂 美国的民主是怎么建立起来的 美 美国本身 它就不是世界灯塔 真正的世界灯塔是英国 你看 无论是 那个 那个 咱们倒过来说 从俄乌战争中说 俄乌战争中 那个美国总统 那个 当时的乌克兰总统打电话求助 就是2022年2月2月4日第一天 俄乌战争第一天 刚刚打抢之后 泽林斯基就全世界求助 电话打到美国的时候 美国告诉他 飞机准备好了 你撤吧 是吧 你流亡吧 带着全家走吧 这是美国 英国人怎么做的 因为英国人 说你挺住 援助马上就到 然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那个 也是英国 最先站出来 反对德国 说老子要跟你 老子要跟你干 第一次世界大战 也是英国带头 要跟那个 那个 那个 独裁者干 美国每次都跟在英国后面 美国本身就不是民主灯塔 英国才是保守价值的 那个民主灯塔 而且那个英国还有 还干了一件大事 就是那个 脱欧 为什么脱欧 最主要的原因 不是经济原因 是欧盟的难民政策 说什么 每个欧盟成员国 都应该按照什么 那个那个 国土面积 那个那个 经济体量啊 接受一定量的 那个那个 穆斯林难民 英国改变不对 那么穆斯林难民越来越多 你看他们不工作 他们光吃福利 他们拼命生孩子 但是英国人觉得这个不对 人家英国就急了 人家就着急忙 他就 老子要退出你的欧盟 英国才是正儿八经的 保守价值观的民主灯塔 美国不是 美国从来都不是 然后说到欧乌战争 我还想起来一个事情 就是 乌克兰拥有的第一批的 那个 那个 那个反坦克导弹 标枪 单兵反坦克武器 是美国总统特朗普 在2017年就给的 你看 你要说川普没有原件 现在还跳出来骂川普 就这个 这个二大爷 你以后改名吧 你以后叫二傻子 真的 你真的改名叫二傻子 比较符合你的气质 傻的冒泡 咱们还